以前以前很久以前 一场暴风雨过后 慈母龙妈妈在树林里 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蛋 真可怜 要是让可怕的霸王龙看到 肯定会被吃掉的 心地善良的慈母龙妈妈 把蛋带回了家 她温柔地抚摸着捡来的蛋 就像对待自己的宝宝一样 早早地健康地 快点出生吧 慈母龙妈妈每天这么说着 把两个蛋小心地用在怀里 过了几天 慈母龙妈妈摘了红果子回到家 就在这个时候 可怕可怕 两个宝宝出生了 没想到从那个捡来的蛋里 跳出来的 是可怕的霸王龙的宝宝 慈母龙妈妈开始发愁了 要是这孩子将来知道自己是霸王龙 那可怎么办呀 晚上 妈妈轻轻地抱起熟睡中的霸王龙宝宝 走了出去